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出来找鸡军军 这段时间我发现好多村民都在树林里面找到了好多好多 今天我过来碰一下运气,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多一点的 树林里面这段时间增长的真的是很多 刚走进树林就发现 这里有这个鸡虫花,我们看一下,有三个地方 听说鸡虫花比鸡虫还要香 等一下我要一点回去吃 看一下怎样 这些就不用挖了,直接拔上来 嗯,真的很香 看一下下面是白蚂蚁窝 这些鸡虫花,这个朵非常的小 下面好多没长起来的 这些是纯野生的,不是种植的 这些是纯野生的,不是种植的 这些是多小的 我们来说这些是рез分谁 这些是两个地方 如果清理一下,我们来说 血鬼就是分配的 太小了不要 现在我们到别的地方再找一找 看一下能遇上鸡虫菌 那些是朵朵大一点的 这一点回去够一个人吃 找了好久了 还没有发现 看见别人过来找 还是有很多 但是我过来找 估计我是中午的时间过来找 它不怎么生长 这里发现了好几朵 非常大 开过大伞的 真影帝藏在树的下面 看见好大一朵 看见好大一朵 哇 太多了 好大一朵啊 这种 看样子叶子是不能要了 根部好粗啊 根部可以吃 但是 这种叶子的话 里面被虫儿吃过 是要不了的 早上来就好了 早上来就好了 安树林里面白麻油窝 特别的浅 看一下一拉就可以了 根本不用挖了 叶子长虫了 不能要了 今天高兴的有一些找了 看到它 我还以为全是能要 但是结果一看 开花全是有虫儿吃过 但是收获根部也可以 看来 这几朵就特别的大 看一下叶子全是虫啊 这个就是好的 收获了十几朵 几种花大到是没有虫 这种是特别的香 所以从而它一长起来 从而就过来了 我们在附近再找一找 看一下还会不会遇到另外一半 又是有一点点下雨了 好了不找了不找了啊 转了几片这个大树林 就发现了两窝还有鸡虫花 还有一窝的我都没有拍下来 因为它已经全部烂掉了 刚看到真的是非常高兴 但是后面一拆开的时候 夜市都不能要 就是高兴有一些找了 我们看一下收获了就这一点点 拿了一个大背楼过来 还以为今天可以找满这个背楼 结果尴尬了啊 现在就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